我就发现其实在台湾真的很幸福 为什么说台湾人幸福呢 你看你们这边很多餐厅都有生日月优惠啊 或者生日当天有什么福利有什么优惠啊 在大陆的话基本上没有餐馆会有这种东西的 除了在海底捞 除了这些店它有生日的优惠 让我觉得台湾人很幸福之外呢 还有就是前几天台风 你们台湾居然有放台风假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事业上居然会有这种假日 因为台风来了会放假 该说不说的这个确实挺幸福的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在我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呢也是下大暴雨 然后涨水 涨到大概小腿的位置 我们依旧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 我还是个小学生 我依然要撑着伞星星扑扑背着书包 然后去上学 根本就没什么假期的 哈喽朋友们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啦 是因为前段时间呢 我都没有出门 然后再加上台湾有台风嘛 也不太好出门 所以这一小段时间就没有更新影片啦 今天我就终于出门了 是为了去吃上次给大家介绍过的 那一个九维石头火锅 然后我们这一次去那一家店吃饭呢 也是因为上一次跟大家说过的 蓝姐生日快到了 所以我们就预定了那一家店 说到这个我就发现 其实在台湾真的很幸福 为什么说台湾人幸福呢 你看你们这边很多餐厅都有 生日月优惠啊 或者生日当天有什么福利 有什么优惠啊 在大陆的话 基本上没有餐馆会有这种东西的 除了在海底捞 海底捞才有那种 生日有一些小惊喜 你小福利给你唱个生日歌 像这个火锅店它直接给你送肉 而且这一家店我上次也说过了 它是多少岁生日就送多少片肉 蓝姐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吧 我也不太知道 具体是五十几岁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可以免费获得店家赠送的五十几片肉 除了这些店它有生日的优惠 让我觉得台湾人很幸福之外呢 还有就是前几天台风 你们台湾居然有放台风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事业上居然会有这种假日 因为台风来了会放假 该说不说的这个确实挺幸福的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在我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呢也是下大暴雨 然后涨水 涨到大概小腿的位置 我们依旧上班的上班 上课的上课 我还是个小学生 我依然要撑着伞 辛辛苦苦背着书包 然后去上学 根本就没什么假期的 一路上说着说着 我们就已经到了这家店啦 太年轻了也是服务的 好我们先入座 对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其实今天呢 并不是蓝姐的生日 是台风那天 7月24号 你们刚好放台风假的那一天 是蓝姐的生日 我当然心里想 哎呀真好真开心 就不用去一个请假了 就可以直接来吃果果 这个没想到 不仅是上班的人放假 然后餐饮店也放假 所以当时就没得吃 我们只能延货 不过还好店家也是很理解 然后让我们另外约时间 依然给我们这个优惠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 当然今天给蓝姐庆生的朋友们 我们这一桌 然后他们再点菜 果然中年人过生日就非常的随便 也不打扮 就带了个口罩就过来吃饭 就是那个吃饱肚子就好了啊 对不对 就是很务实 蓝姐真的生日 那一款就是 胖开国家的那一款 我当时觉得 好玩 全台湾都放假 为蓝姐庆生 但是没有庆生不太好 有人受不受难 然后我让他们确实 对那不行 应该是最重要 好那我们去拿吃的吧 海苹蔬菜 而且我还发现 在台湾所有的店里面 冷气真的开得特别的足 我每一次在台湾 一些餐馆饭店里吃饭 哇真的都好冷 那个冷气太足了 我一定要穿一个长袖 要不然我吃到一半 我就觉得哇好冷 一桌子空空没有人 大家都说拿了菜放在这 然后还在各种拿东西 我们现在就渐渐地等待他上锅 我依旧是喝我的新加坡沙乐锅 真的很好喝这个汤 然后我这一次也吃 既有火锅又可以火烤的两锅 两用 三用片 这是我们的菜单 我们六个人一共消费了 三千零六十九元 肉片的单子 钱费猪 一共五十六片 知道了 蓝姐今年五十六岁生日 我们的锅终于来了 火烤俩吃得长这样 然后突然 隔壁也有人过生日 我头拍一下 哎 唱完了吗 他们唱的是粤语的声 就快乐了 照旧先弄一碗汤喝 真的好好喝 如果你们有来的话 可以试试 新加坡沙乐锅 推荐给你们 哎呀 等一下 我先拍一下 重新录场 重新录场 等一下 我们就再给我们 好嘞 好 你熟的 帮您送送 我们先入送新的乐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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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你不熟 这个 你生日快乐 哎 你真的像玫瑰 嗯 看一下 哇哦 哇哦 这个老板都不自吃 他出我们一起吃 我都有吃 你这个老板的肉片 我自己给老板的肉片 不过去管它 我故意讲过 不好意思 所有人的锅都是慢的 煮的一锅满满的在吃 只有我的锅是空的 我还在这喝汤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爱吃烤金针菇的呢 我觉得金针菇烤的焦一点特别好吃 有一种特别的焦香 在这里炒炒炒也很治愈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全部都已经吃完了 这个生日宴就如此草草的结束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 节目啊之类的 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家伙 我这一家 还是生日优惠送的肉片 然后呢 自己点的那个卡丽打包带回去 这一点真的非常 两天就要让你妈放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每天给我打个讯息在啃瓜子啊 你不要再啃瓜子 真假的